战古装剧的李怡峰这天妆发完毕 现身横电片场 她长发飘飘 一身白色长袍 外照藏蓝沙衣 不需要展现演技 光站在那就已经让人穿越回古代 即将开拍 发行师忙着帮她调整定角 化妆师则拿着粉扑 在她的脸蛋上细细拍打 万事俱备 李怡峰转身后上 此时女主角陈玉琪穿着一袭白衣 也缓缓走到台前 俩人一前一后站定 待导演一声令下 双双迈开步子 走上木桥 可谁曾想 刚走了没几步就出了bug 被导演紧急喊停 两人只好又回到出水地点 再酝酿一下情绪 相比陈玉琪的田径 李怡峰的面部表情 丰富不少 一开始她还只是摇摇嘴唇 后来就开始东张西网 好在一听到开拍号令 马上入戏 绝对切换自如 两位主人公夺步到木桥中间 平栏远眺 李怡峰率先开口 陈玉琪慢慢转过身来 两个人面对面温柔对望 眼神也是极尽温柔 奇怪的是 下一秒小陈同学却闭上了双眼 夕阳刚好撒在她的脸上 美得不可芳物 难怪她被网友 封为新一届的宅男女神呀 陈玉琪掩完自己的部分 留下一个微笑 转身离去 李怡峰仍扒着桥栏 不肯撤 盯着美人背影 久久不愿离开目光 看峰峰如此痴情的模样 相信又有不少迷妹们 要打干醋坛子啦